2008年的一天 她的双眼突然模糊 担心眼睛失明 我心神以来一直穿福音 神看在我撇弃花费的份上 肯定会保守我的 我的眼睛会吓得 别吓唬自己了 她的病情越来越加重 双眼几乎失明 医生无能为力 丈夫也嫌弃 痛苦绝望中她有了怨言 神啊 我怎么得这个病啊 哪怕让我胳膊腿不能动 也比眼睛看不见强了 神啊 我现在很痛苦 求你把这个病挪去吧 我的病好了 你让我尽啥本分都行 听了神话与朗诵 她开始反省自己 我一个小小的受造之物 哪有资格要求神 让神给我治病呢 我还想让神按照我的意思做 真的是没有一点敬畏神之心 我应该在病痛中 寻求神的心意 顺服神 在这次特殊经历中 她都有了哪些收获 2002年年初 我接受了神的末世做工 不久我就开始传福音 教惯新人 信心满满 几年如一日地进着本分 期间不管是刮风下雨 还是严寒酷暑 都没有拦住我进本分的脚步 我记得有一次传福音的时候 福音对象不接受 还用手指着我的鼻子骂我 要报警 当时我感到很受羞辱 也很消极软弱 但是转念一想 我能为传福音 受这些绩效毁谤 肯定能蒙神祝福 心里就不太难受了 继续传福音 转眼几年过去了 在金本分期间 虽然肉体脸面受点苦 但是我享受神的恩典祝福 也不少 自我信神这几年 家里平平安安 没灾没难的 心想 肯定还是我信神信得好 正当我高兴时 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 发生了 怎么了 那是2008年6月份的一天 我的两只眼睛 看东西突然有些模糊 就像是蒙着一层东西 我心想 那这可能是上火了 就没太在意 还是照常金本分 心里还觉得 我信神了 有神保守 我不怕 有病我也不能停止金本分 或许 我的眼睛就好了 谁知 病情没见减轻 反而越来越严重 看东西眼睛有些花 往远处看 眼睛直闪 闪晃得我头晕 这时我心流下害怕了 这要是不赶紧治疗 万一耽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期 眼睛失明了可就麻烦了 是啊 我就赶紧去县城医院做检查 医生咋说 医生说没大问题 说打几天针就好了 我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可是谁知 打了几天针 病情还没减轻 我心里不由地又担心起来了 眼睛失明了咋办呢 但是又一想 我信神这几年 一直传福音浇灌新人 神看在我撇气花费的份上 肯定会保守我的 我眼睛不会瞎的 别吓唬自己了 再说了 现在医学科技发达 肯定能治好我的眼病 后来丈夫带我去了市医院 找了眼科专家 做了眼部CT 医生说我得的是眼底水肿 刚开始输了几天一 还真有些减轻 但是后来就不行了 越输液还越严重 而且开的都是激素类的药物 慢慢地我开始全身水肿 视力越来越下降 双眼模糊的几乎认不出人了 这么严重啊 是 去市医院五次 大夫看我的眼病加重 他也感到无能为力 很严肃地对我说 你这个眼病不好治疗 有可能你这个病一年能犯几次 要是犯的次数多了 就会导致双目失明 而且你的头发会掉光 还会耳聋 另外你长期使用激素药物 骨头还会发酥 一旦摔倒 全身的骨头都有可能摔碎 这医生的话 像晴天霹雳一样 我感觉浑身发软 简直不敢相信 医生说的话是真的 我又问了医生一遍 确定就是这样 这时 我全身不由地颤抖起来 这下完了 我的病没得治了 回到家我很消沉 又有些烦躁 认为神不保守我 也不想祷告神 这是活在误解埋怨的情形里了 我的眼睛啊 也是越来越模糊 看不清东西 有一次 我堂姐来看我 她要是不说话 我都不知道她是谁 就看到眼前有个黑影 心想啊 现在我还这么年轻 如果眼睛真失明了 这不就成废物了 这往后的日子 该咋过呀 渐渐的 我变得少言寡语 把自己关在家里 也不愿见人 而常常以泪洗面 每天都是度日如年 丈夫一个人忙完地里 忙家里 心里就有些不耐烦了 几次对我说 你这眼睛都看不见了 什么活也干不了 还要你干啥呀 干脆把你扔了算了 我心里啊 更感到难受心酸 痛苦无助中 我就向神祷告 神啊 我怎么得这个病啊 现在我眼睛看不见了 以后还咋信神尽本分呢 我的眼睛要是真失明了 以后别说干活了 生活都难以自理 要是指望丈夫 一日三餐伺候我 恐怕要遭不少冷眼 我这人生来好强 也不愿看别人脸色 这以后的日子 该咋过呀 神啊 哪怕让我胳膊腿不能动 也比眼睛看不见强啊 神啊 我现在很痛苦 求你把这个病挪去吧 我的病好了 你让我尽啥本分都行 人都是这样 临到病痛好不了的时候 对神的要求就出来了 就想求神给医治挪去 是 就这样 我向神祷告了一段时间 也没见好转 我就失去信心了 不愿再向神祷告了 认为 神不保守我也不救我 丈夫也不要我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就想到了死 但是想到 我死了 撇下幼小的儿子怎么过呀 后来又打听到一家医院 说看眼病很出名 我和丈夫就赶紧搭车去了 怎么样啊 住了十几天院治疗 最后还是没治好 半年过去了 家里所有的积血也花光了 眼病不见好转 反而还在家中 我心里对看好眼病 彻底失望了 王全活在病里 心里没神了 是 正当我痛苦绝望的时候 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遇见了一个姊妹 她提醒我 说你不能总活在病里 你得寻求神的心意 反省自己 临到疾病得学功课 是啊 姊妹提醒的对啊 姊妹一句话把我点醒了 对啊 得病了 我一直也没有反省自己 心里都没有神的地位了 我就一心光找医生了 光想着现在科技发达 只有医生能治好我的眼睛 我怎么把神给忘了呢 是 可是 我想看神的话 这睁大眼睛啊 怎么也瞅不见 心里要干着急 只有向神祷告 愿神开启带领我 后来 我想起神的话 疾病临到 是神的爱 必有神的美意 在其中 虽然肉体受点苦 撒旦的意念 别收留 疾病之中赞美神 赞美之中享受神 疾病面前 别灰心 屡次寻求 别放弃 神会光照 来开启 约伯的信心如何 全能神 是全能的医生 活在病里 就是病 活在灵里 就没病 只要你有一口气 神都不会 让你死 阿们 是啊 全能神 是全能的医生 这段时间 我一直活在病痛中 对神失去了信心 也没有在病痛中 寻求神的心意 病痛临到 也不知道反省 自己学功课 我真的是太麻木了 我的病在神的手中 我不能对神 失去信心 是 虽然现在我还不明白神的心意 但我愿多祷告神 愿神开启带领我 能好好反省认识自己 是 期间 我只能听一些神话语朗诵 有时听到一些 关于病痛中 该怎样向神祷告方面的神话语 我就按照神话中的实行路途 操练祷告 我说 神啊 我之前的祷告 太没有理智了 还要求你 哪怕让我胳膊腿不能动 也比眼睛看不见强 又求你把我这个病挪去 我的病好了 你让我尽啥本分都行 神啊 我之前祷告说的话 真是没有一点理智啊 是 后来 我又听到神的话 全能神说 你看耶稣的祷告 他在克西玛尼园祷告 倘若可行 也就是 如果能行 是商量着来 而没有说 求你 他是存着顺服的心 祷告 是在顺服的情形里 祷告 倘若可行 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然而 不要照着我的意思 只要照着你的意思 第二次 还是这样祷告 第三次他祷告 愿你的旨意成就 他摸着了 父神的意思 就说 愿你的旨意成就 他能完全顺服下来 一点个人的选择都没有 而人就不是那样祷告 人祷告总说 神 求你怎么怎么做 求你怎么怎么带领我 求你给我预备条件 也可能 神就不给你预备 合适的条件 就让你受这个苦学功课 人祷告如果总说 神求你给我预备 加给我力量 这样的祷告 多美理智 向神祷告的时候 人必须得有理智 应存着顺服的心 祷告神 别自己定规怎么做 没等祷告 就先定规要怎么做了 这就不是顺服神了 祷告必须得有顺服的心 得先向神寻求 在祷告中心里自然就亮堂了 知道怎么做合适了 从祷告之前的打算 到祷告后心里产生的变化 这就是圣灵做工的结果 如果自己定规好了 已经确定怎么做了 再向神祷告 求神允许 让神按着你的意思来 这样的祷告太没理智 很多时候 人的祷告不蒙神垂听 就是因为人自己先定规 怎么做了 求神允许 神就说 你既然定规好怎么做了 何必问我呢 这样祷告就有点欺骗神的意思 所以祷告起来就干干巴巴 阿们 阿们 人能摆对纯心 暂对位置 向神献上顺服地祷告 太关键了 是 从神的话中看到 我向神祷告 就是一味地求神把我的病挪去 我太没有理智了 我一个小小的受造之物 哪有资格要求神 让神给我治病呢 是啊 我还想让神 按照我的意思来 满足我个人的利益 我真的是 没有一点敬畏神之心 想到 主耶稣的祷告 主耶稣知道 上十字架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 但祂的祷告里 没有要求神的意思 是 祂能顺服天父的旨意 哪怕自己受苦 也要顺服神 是 我应该在病痛中 寻求神的心意 顺服神 是 之后 我向神祷告 神啊 我愿意存着一个顺服的心 向你祷告寻求 今天临到这个病 不是偶然发生的 但是现在 我还不明白你的心意 不知道借着这个病 让我学啥功课 神啊 愿你开启引导我 阿们 阿们 就这样 我一直向神 祷告了一段时间 没想到 我的眼睛 渐渐地有些好软了 再去看神的话 模模糊糊 能看见一些了 感谢神 感谢神 后来 我看了一段神的话 对自己的情形 有了些认识 神说 熬炼对每一个人 都是相当痛苦的 都是相当不容易接受的 但神就是在熬炼中 向人显明 他的公义性情 在熬炼中 向人公开 他对人的要求 而且他在熬炼中 对人做更多的开启 做更多的 实际的修理对付 借着事实与真理的对照 让人更认识自己 让人更认识真理 让人更明白神的心意 从而让人对神 有更真更纯的爱 这是神做熬炼工作的目的 神在人身上 做的所有工作 都是有其目的 有其意义的 他不做无意义的工作 不做对人不利的工作 熬炼并不是要将人 从他的面前取缔 也不是将人灭于地狱之中 而是在熬炼之中 改变人的性情 改变人的存心 人的旧观点 改变人对神的爱 改变人的所有生活 熬炼对人 是个实际的考验 对人是个实际的操练 只有在熬炼中 人的爱才能发挥其 原有的功能 阿们 阿们 从神的话中我明白了 神借着这次病痛 显明我信神的存心掺杂 主要是为了捷径变化我 这是神的心意 是 反省自己信神这些年 一直认为 只要受苦付代价 就能蒙神纪念祝福 还认为 我信神这几年 家里平平安安 没灾没难的 肯定是我信神信得好 才换来神的保守 后来 我的双眼突然看不清东西了 我就祷告神 求神给我医治 当神没有按照我的要求去做时 我就对神失去了信心 开始指望医生 相信高科技能治好我的双眼 可当医生也无能为力时 我的情形一落千丈 就想到去死 这期间 我从来不寻求神的心意 更不反省自己 如今才看到 我信神尽本分 就是带着存心掺杂 是在利用神 欺骗神 与神搞交易 是 真是感谢神 如果不是借着病痛的显明 我也不容易认识自己 感谢神 外表看得病 这不是好事 但借着病痛 能反省到自己 信神的存心掺杂 这是因祸得福啊 是啊 后来 我又看了几段神的话 对自己的问题 看得更清楚一些了 咱一起看看 好 全能神说 你就追求信神以后 能得着平安 孩子没有病 丈夫有个好工作 儿子找个好对象 姑娘嫁个好人家 你的牛马 能够好好给你耕地 一年风调雨顺 你就追求这些 你只追求生活安逸 别让你家出事 刮风别刮在你身上 沙子别打在你脸上 洪水别淹着你家的庄稼 凡事灾都别涉及你 活在神的怀抱里 生活在安乐窝里面 就你这样的孬肿 一味追求肉体 你说你还有没有心 有没有灵 你不属于畜生吗 将真道白白地赐给你 你不追求 你还是不是一个信神的 真正的人生赐给你 你不追求 那你不是猪狗之类吗 猪不追求人生 不追求洁净 不懂得什么叫人生 天天吃饱喝足 就睡大觉 真道赐给你 你却没得着 两手空空 这种猪一样的生活 你还愿意继续下去吗 这样的人活着 有何意义 生活卑鄙下贱 活在污秽淫乱之中 没有一点追求的目标 你的一生 你的一生不是最下贱的一生吗 还有何脸面去健身 这样经历下去 还不是一无所获吗 真道是赐给你了 到最终你能不能得着 就在于你个人的追求了 败坏人类都是为自己活着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这是人本性的概括 人信神都是为自己 为神撇弃花费是为自己得福 为神尽忠心还是为自己得赏赐 总之都是为了自己得福 得赏赐进天国 在世上做工作是为了自己得利 在神家尽本分是为了自己得福 为了得福撇下一切 为了得福能受许多苦 这些都是人有撒旦本性的最好实证 阿们 神接式的都是事实 我信神就是追求家庭平安 没灾没难 还认为这就是信神 我凭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无利不起早这些撒旦毒素活着 信神只为自己求平安得祝福 尽本分撇弃花费 也是为了换取天国的福分 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赚 是 当我信神看到神的祝福 家里一切平安时 我能为神撇弃花费 还认为自己是对神有忠心 是真心信神喜爱真理的人 当我得病时 我祷告神并没得到医治 就远离神 不再去祷告依靠神 其实 我的眼睛虽然看不见 我可以听神话语朗诵 是 但是 但是我即使闲着睡大觉 也不想去听神的话 心里完全向神封闭了 不想再去亲亲神 我这样信神 跟宗教里那些求病得宝的人 有啥区别呀 是啊 他们信神啊 就是为了得好处求平安 一年四季风调雨顺 一家老小没病没灾的 是 哎呀 当人得不到想要的这一切 有时反而遭祸了 就远离神背叛神 嗯 是 看到自己啊 太自私卑鄙了 没有一点良心理智 神发表这么多真理 我不追求 也不追求洁净变化 那我跟猪狗之类 有啥区别呀 哎呀 过后我看了一段神的话 对什么是真正的信神 还有信神的意义 有了一些认识 嗯 全能神说 信神就是相信有神 这是最简单的信神的概念 进一步说 相信有神并不是真正的信神 而是一种简单的信仰 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真正的信神的含义是 人能在相信神 是万物的主宰的基础上 来经历神的说话 经历神的做工 达到脱去败坏性情 满足神的心意 以及达到认识神 这样的历程才叫信神 但人往往把信神的事 看得很简单 很轻浮 这样信神的人 就失去了信神的意义 信到最终 也不能得到神的称许 因为其所走的路不对 那些到如今 仍是在字句里信神的人 在空洞的道理里信神的人 他们仍不晓得 自己并没有信神的实质 并不能获得神的称许 仍然在祈祷上帝保佑他们 得着平安 得着足够的恩典 不妨我们都静下心来 好好想想 难道信神是世上最简单的事吗 难道信神的含义 就只限于多得恩典吗 难道信神却不认识神 信神却抵挡神的人 就能满足神的心意吗 阿们 阿们 通过读神的话 我对什么是真正的信神 明白一些了 看到这些年 我一直都是在观念渺茫中信神 从起初信神 就是为了今生得百倍 来世得永生 我信神的观点错了 道路走偏了 是 像我这样信神 再信多少年也不会认识神的 是 是 真正信神的人 是在相信 神是万物主宰的基础上 去经历神的话 经历神的做工 达到认识神 脱去败坏性情与神相合 是 是 会像恩典时代的彼得 信神追求的路 是合神心意的 是啊 他注重追求真理 能在日常生活的细节小事上 寻求摸神的心意 嗯 而且 彼得是站在一个 受造之物的位置上 尽自己的本分 是 他追求 爱神 顺服神 最终为神 倒顶十字架 做出了 美好响亮的见证 是 是啊 彼得对神的信仰 太宝贵了呀 是啊 对比彼得 我真是蒙羞惭愧 嗯 我向神做了一个悔改的祷告 神啊 我愿意向你悔改 在余下的光阴中 好好追求真理 在尽本分中 寻求你的心意 反省自己 注重自己的生命进入 阿们 阿们 感谢神 这次得眼病 我才反省认识自己 信神的观点 与所走的道路 嗯 当我学到一些功课时 我的双眼也渐渐痊愈了 感谢神 是啊 这转眼十多年过去了 我的眼病也没犯过 这都是神的保守啊 是 虽然我差点失明 受了病痛之苦 但是经历过后 我体会到了神的良苦用心 也看清了自己 被撒旦败坏的真相 对神拯救人的做工方式 与良苦用心 有了一些实际的认识 这是我在安逸的环境里 收获不到的呀 感谢神的拯救啊 感谢神 感谢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